也都是建築用的物料用圓槌 用作為事物的標準或者規則 所以聖保祿就稱它為規律、界線的範圍等等 怎樣確定它是一個canon的方法 在第二世紀的時候 教寶已經開始用這個字指出了信仰的準則 聖經綱目在勞迪西亞公議會的時候 已經用綱目性這個字指聖經 舊約和新約聖經的正經性 在第四世紀拉丁教會開始用這個字 作為它承認這個聖書的書籍 我們怎樣確定它是一個聖經的項目呢 有兩種意思 譬如是信徒的信仰和生活的準則 這個項目的積極意義也都可以說是聖經的標準性 也都指聖經因為有這個標準性 可以作為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的規範準則 或者是法規 表示了被教會承認並定義為信仰生活的準則 所以這個書籍就變成了目錄 因此聖教法典 我們說聖教法典 我們就叫它做Canon Law 大公會議的文件 我們也都是正典來的 我們也叫它做Canon 至於怎樣確定它是一本聖經呢 也就是說聖經的書目呢 這個是由聖神所密感的 我們上一堂已經討論了聖神在教會裡面的作用 就是聖神的密感而誕生而定的 教會也都在聖神的領導之下 接受了這些書是聖經的Canon 證典 我們可以從整個教會的歷史 也都源自基督和基督徒的傳承 和宗徒的傳承 最重要是來自基督和宗徒的傳承 就證明了教會所做的是藉著一項 肯定宣布這些書是信徒和信仰的標準 是我們信徒的標準 這個肯定絲毫不影響到聖經 之所以作為聖經 實際上這個聖經項目的基礎 對於聖經本身是有它的特質 而不是在教會的領受和決定 教會的領受和決定是一個合法的 對信徒來說是有效的確認 真正為這個中間過程擔保的是耶穌的許諾 這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 這個許諾也都交付給聖神 聖神就帶領整個教會 確定了這個傳承的過程之中 是來自宗徒的傳承 而且也是一個忠於的信仰 因為宗徒是和耶穌一齊生活的人 所以他解釋了宗徒耶穌所說的話 《錦聖經》書目 就是可以說他們根本沒有新 在猶太教裏面他們沒有所謂新約 因為他們所相信的只是舊約 希伯來文所寫的 所以他們又分開法律書 託拉 就是投過五本書 《創世記》 《出谷記》 《南美紀》《護席紀》和《新令紀》 也都有先知書 先知書也是分前先知書 和後先知書 也有一個雜貪、雜貪或者聖卷 我們天主教會 初期對聖經的書目有很大的爭議 其實大家也在一起爭 在脫離騰大功會議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官方的決定 在大公會議裡面是聖神引領 整個教會一起開會所決定的 脫離騰這個字 也都是有人譯作特倫多 大家記不記得香港有一個叫特倫多的團體 他們是用拉丁文來開尼撒的 所以這個特倫多團體其實就是脫離騰 在這裏就決定了這個正經的正經 正典是變成了整個幫目 那梵蒂江第一屆大公會議增加了這些理由 那梵蒂江就決定了 肯定了以前教會所定落的 所以在啟示演章那裏講了 舊約是四十六卷,新約是二十七卷 舊約四十六卷就是藍色 有一些藍藍色的那些 就是猶太教和基督新教不成逆的書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用希臘文寫的 用希臘文寫,所以就是他們不承認的 至於紅色的那個特倫爾先之書 他有一半承認,有一些承認,有一些不承認 為什麼呢?因為有一些是希臘文寫 其實特倫爾書是很特別的 他用三種文字寫成 有希伯萊文,有阿拉美文和希臘文 猶太教和基督新教都只是承認 希臘文和阿拉美文所寫的書 新約是二十七卷 特別紅色的希伯萊書 有些人說初期是保禄所寫 但是後來學者認為不是保禄所寫的 所以特別了 至於聖經的承書過程 首先是由口傳資料 零碎的片段和編輯承書 為什麼呢?因為無論舊約和新約 書寫不像現在那麼方便 你看到在圖上有以前埃及所用的書寫工具 他們就是寫在泥板或者是Q黑 也都在羊皮紙上所寫成的 特別另外就是他們要口傳 為什麼要口傳呢?因為以前是柔木民族 柔木民族對於帶著一些書卷是很不方便 所以就靠口傳了 這個也是一個難題 這個也是一個難題 傳揚出來 所以就是靠口傳 有些人寫成零碎的片段 然後又編輯成書 最後就修正了成為現在的聖經 也都口傳 有些無謂的或者是有些不是很重要的 他們不會傳下去的 傳下去的最主要都是一些重要的說話 重要的資料 所以他們口傳就有選擇性 所以其實口傳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一個壞處的就是傳來傳去 傳去全都歪了 好像大家都玩到那個遊戲 由第一個說一句說話 一直傳下去 最後那個都不知道說了些什麼 所以這個口傳也是有一個問題 不過口傳的方面 也有聖神的帶領的時候 也都是承認了它是對的 這裏就是有一個旁邊 左手面的就是摩亞布石 這個石就是在若旦道發現的 現在存在羅浮宮 寫出了公元前九世紀 摩亞布王默沙的史跡 現在存在裡面 就是關於有關以色列的人和摩亞布人的戰爭時跡 這個時跡也都在列王幾下 第一章至第三章也都描述了 記述了下來的 那麽用的語言就是古赫納罕語 亦都是和希伯萊文是相近的 那旁邊那個就是羅塞特石碑 那現在就在大英博物館 如果大家去大英博物館應該要參觀這塊石 那就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中元前1996年 用花崗硬的石碑 這個石碑同時刻有一段 內容有三種文字不同語言的版本 最上面十四項就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大家都知道古埃及文是用象形文字的 是跟我們中國人的象形文字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們的象形文字是更加清楚 中間32項就是埃及的白話文 埃及文 是當時埃及平民使用的文字 再下面五十四項就是希臘文 那這個就是那些考古學者對這個對照 三個文字對照 那就研究到出來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怎樣的 那些象形文字是說什麼的呢 就在那裡表現了出來 那這裏就是 這裏就是古牧蘭所發現的殘卷 那這個就是 當時進入克勒罕定居的時候 那書寫值就普遍了 因為從猶牧民族變成了差不多是定居 定居 那所以口傳的資料 就寫成了一個零碎的片段 也都加以定型 在這個時候 零碎的資料 和口傳的資料並存 和互相影響 特別在舊約的形成過程裡面 這些書寫的文字 在歷史進程裡面 仍然經過很多次的修改和編輯 直到以色列人 將某些文字 視為天主的說話的時候 就定型了 那這個決定就是 經過聖神的默感 我們其實不要忘記 聖神時事存在 在教會裡面 遲些會不會開過大公主教會議 都是教廣東亞呼求聖神協助我們 這裏舊約有馬索勒經卷 原文就是希伯來文 接著就譯造七十言士本 接著就譯造拉丁通行館 庫加達和七律進客 在南國猶大 其實黑立案的地方 分了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 遲些神父會跟我們分享 舊約歷史和新約歷史 他會詳細說的 他們猶太人在猶太、猶大國滅亡之後 就被衝軍去巴比倫 有些經師就在巴比倫的時候 就收集了一些口傳的資料 接著又寫一些資料出來 他們在巴比倫何貫 By the river of Babylon 那裏很首歌很出名 他們怎樣在巴比倫何貫懷念 在塔立罕時候的怎樣生活 現在就是衝軍了來這裡 所以他們在懷念的時候 有空有時候的時候 就將這些資料收集 到波斯王居老士 居老士就釋放了以色列 在巴比倫亡之後 就到波斯帝國 居老士就釋放了以色列子民 在這段時間 居老士是很好的 將所有在巴比倫的僑民 就各自回歸管家 以色列的就回以色列 其他國家的就回到國家 另外一道好的就是 他們給錢的人 就給自己的廟 所以在以色列聖殿 就是在這段時間 就起了 起了 重建 在巴比倫的時候 就是 五百八十七年 好像是五百八十七年 就聖殿毀滅了 現在就巴比倫 毀滅了聖殿 現在波斯就是 起了 那波斯那些 起了聖殿的錢 就是由 波斯在皇宮裡給錢的 所以就是 不用以色的人給錢的 在這段時間裡 上面 僑居巴比倫的時候 有些是比較有錢的 因為 巴比倫都捉了一些有錢的 有技藝的工匠過去 有很多是貴族 還有一些中產 有技術的人 過了巴比倫 現在回來了 那些 有些人就留在巴比倫 有些回去了 那這兩批人 就收集了 和保存了聖經 直都 是 成為一個專責的職員 那 至到在第六 至到第九世紀 公元前 就被稱為首批的 馬索勒經師 那馬索勒經文 在公元八至十世紀裡面 猶太馬索勒經師 就將這些 原文 就加了一些音標 以前希伯來文 就是沒有音標的 那馬索勒經那些經師 就加了音標 就使得那些人容易讀 容易讀 也都容易記得怎樣寫 那些發音等等 所以 就是 在口傳的時候 都是很準確地 傳這些音 下去 那 至於七十元事本 就是最古老的 譯本 那周遠 都說了 七十元事本 那拉丁通行本 就是由聖葉羅尼莫 即現在我們譯為的聖葉里樂 所翻譯 好 現在講梅森五書 那 舊約梅森五書 宗教委員會也都說了 誰都要承認梅森寫作的時候 採用了口傳和書寫的資料 梅森寫作之後 有很多修訂和增補 目前沒有人再懷疑這些資料的存在 也都不否認時代變遷 宗教等等的原因 就有所補充那些 那大家看看 那些希伯萊文下面那些是音標 下面那些音標 以前是沒有的 那馬索拉經驗的時候 那些經師就加上了 所以有些音標在那裡 那這個就是 那個 希伯萊文馬索拉經驗 加上去的音標 那就容易讀一些 因為 IAO那些 就可以拼出來 那梅森寫書的希臘文譯本 就是按照每一部書的內容 跟它取名 那以前呢 梅森寫書是成一卷書的 一大卷書 那到希臘文譯為希臘文的時候 那我們的譯者就加了 每一本書就根據它的內容 就給它一個名字去 那所以有創世紀 出谷紀 南美紀 有創世紀 生命紀等等 那在這個時候就加了上去 那梅森寫書 就是也都叫做 陀拉 那個 梅森寫書一旁 黃色那裡 就是沒有音標的希伯萊文 那所以就是 叫做陀拉 那就是 這個中文就叫做陀拉 那這個解釋呢 那這個解釋呢就是一個指示 一個佳拉 人生活的佳拉 一個指示 那其實 那其實 在法律書裡面 其實很多都是 序述文 只有10% 是一個 法律的文字 文件 那也都分散了一個 各處 那因為它是 小小的法律文件 那所以 他們就叫做 一個指標 一個陀拉 就是一個指標 一個準則 生活的準則 這個指標 指向的都是耶穌基督 所有舊約的都是指向耶穌基督 死而復活的 所以就是 耶穌向那些欲害他的猶太人說 如果你相信梅森 必會相信我 因為它是指著我來講的 在《若望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六節 耶穌這樣跟他們說 因為殺害他那些 謀害他的人是猶太人 所以說 如果你們相信梅森 那你應該要相信我 因為梅森所講的是指著我所講的 那是誠書於 東元前四百三十年 由四大元流或者是紀律論元流所造成的 原因就是天主 為什麼會由四大元流呢? 那就是說 在天主的稱號 在五書裡面就是不同一的 就是叫做瓦威 至於瓦威 至於瓦威 就是提到天主和人的關係 特別是以色列民族發生密切的關係時 就用了瓦威這個字 在師高就譯作上主 在京生教就譯作什麼? 耶和華 耶和華 因為瓦威這個字 就是沒有音標的 不會給它音標的 在英文就是YHWH 這個就是用了大草寫的 也就是說 有一個名字就是四個神聖的字母 這個瓦威這個字 在英文就是神聖的字母 所以特別是用大草寫的 師高就譯作上主 叫做上主 英文就譯作LORD LORD 阿羅恩 阿羅希姆 就是講到天主是宇宙的眾物主 萬國的主宰的時候 就用阿羅恩 阿羅希姆這個字 師高就譯作天主 天主 英文就是God 用英文就譯作God 法律書在社會上是社會上的指引 剛才說了Torah就是生活的指引 而法律是隨著時代和環境而變的 很多時候我們今天解釋的法律 遲些 因為時代的改變就有改變了 所以就是五書的文體不一 這個是自然的 因為有 書裡面有歷史的故事 有法律 有俗譜 有演詞 有詩歌 文體的改變 自然就是有改變 這個就是 顯詞裡面 除了從真對上主的敬畏和忠誠之外 也都因為社會的轉變而轉變 應該維護的人的尊嚴的法律 也都是因為這樣而成為了法律和成文法的一個比較 有四道 就是五書中重複的地方很多 重複的聚述 應該考慮作者是重複聚述兩件相似的事 或者是重複同樣的事 例如《創世紀》十二章 就是講雅巴龍的妻子薩勒 因為那些人薩勒很漂亮 他們又離開了阿蘭的地方 離開烏爾的地方 去到埃及的時候 那些君王就想佔有他 在十二章就是講的是埃及 而二十章就是講薩勒爾 所以就是時和地人都不同 所以就是重複了聚述 這個是重複了同樣的事 出谷紀第一章 第十六章和護席紀十一章 都是記載了以色列子民 因為梅室帶領他們來埃及 而沒有口吃 記不記得他們懷怨梅室 你為甚麼要帶我出來 帶我出來又沒有口吃 我們寧願回去做奴隸也好 吃得好、穿得好 但是套怨 也都是學者認為 他們在四十年內流離失所的 不同的套怨是有的 應該會有的 另外有一個就是 創世紀第一章和第二節 講創造人類的時候 創造天地的時候 有學者認為是兩個創造 也有認為是一個創造 兩個聚述 相同的地方就是 天主叫阿波吃素、吃植物 不要吃動物 不要叫他們吃動物 原中的植物你們可以隨便吃 原中的果子你們可以隨便吃 這個四大源流就是有甚麼呢? 馬威典、阿羅恩典、新華紀典和師祭典 這四個原流是主要的原流 雅威典是 雅威神學團體成立於公元前 九百五十年 在南國猶大 至於開朗樂觀的角度描寫 天主在我們之中間的親切 而且稱呼天主為瓦威 在創世紀第3章1至13節就講了 其實他怎樣跟天主在我們中間呢 就是大家記不記得阿當和阿威 除了知事莫恕之後就躲起來 天主有沒有拋棄他?是沒有的 還要去找他 雖然他得罪了天主,但天主也在找他 所以是經常都在我們中間的 另外一個故事呢 就是阿當的兒子 是誰? 嘉欣和夏伯義 他們兩個又殺了,阿嘉欣殺了阿伯義 阿伯義和嘉欣又躲起來 天主也在找他 也都射了他的罪 只是叫他流浪去抗野 也給了一個扶好他 沒有人可以殺到他 因為他害怕別人殺 嘉欣是害怕別人殺他 所以天主說 誰殺家欣就要受到七回的懲罰 這個就是天主沒有力氣到 雖然我們犯了罪 但是天主也沒有力氣我們 所以他們就是這個 馬威典所說的主要內容 那麼J典 這個就是剛才說了 現在說的是厄羅因典 家欣 就是講出了天主是一個隱蔽的、奧秘的天主 在幕後的天主 在《創世紀》第21章第17節就講了 阿巴朗打發自己的疲累去離開 因為他的太太殺了生了兒子 就把他的疲累離開,趕他離開 而離開的時候,哈佳宇帶著自己的兒子 他也是有兒子,一邊走一邊哭 因為沒有水喝,就更加哭了 就盪失怒,聽到那個小孩的哭聲 天主就眷顧了他,但是天主沒有在他面前 而天主在天上面只是聽,也沒有說話 只是派遣了天使和哈佳宇講話 所以,甚至乎天使都不是親身和哈佳宇講話 而是在天上面和他講 出谷記就是天主頒布謀藥 出谷記第24章就是天主頒布謀藥十戒 天主亦都在高山上面 雖然梅室上去,但是天主頒 他都是停留在一個遙遠的地方 接受了人民的制憲 而面對這個隱蔽遙遠奧臂的天主 這個天主不是我們現做的天主 而是將來的天主 在出谷記第三章十四節說 我是自由者,天主說我是自由者 其實這個漁文的解釋就說 我將會在那裏,正如那位 我是將會在那裏 這樣的意思 我將會在那裏,正如那位一樣 我將會在那裏 那麼伊典,哈羅因典所描述的天主 是遙遠的,隱蔽的,超越自然的天主 預告若望福音的神聖天主高揚的時候 他以十字架的盟約,犧牲來建立了盟約 那一位藉著受苦受難的救贖的天主 阿巴郎說他的後裔將會出埃及 在流亡中受苦 上席記第十五章,第十三至十五節就說 尚主對阿巴郎說 你當知道你的後裔必要寄居在二邦 受人奴役,虐待四百年之久 但是我要親自懲罰他們所有服侍的民族 如此你的後裔必要帶著豐富的財物 由那裏出落 至於你,你要享受高壽 以後平安回到你的列祖那裏 被人埋葬 在詩高和耶路撒冷聖經 Jerusalem Bible都譯為 上主對阿巴郎說 原文沒有上主這個字 只是說他 原文是他對阿巴郎說 若失對他的兄弟說 你們原有意為我作惡事 天主他有意使得我變成好事 所以天主是藉著流亡 和苦難成為積極的收穫 雖然是流亡,是苦難 但是成為一個積極的收穫 人類的得救都是因為天主拯救人 他沒有用到權力 他只是用一個很卑微很軟弱的方法 來拯救人類 那就是 格林多人前出預告身約最中心 那就是 猶太人要求的是神職 希臘人尋求的是智慧 而我們所宣講的是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 為猶太人這個是叛腳石 因為他們不相信他們的軍王 是用一個這麼卑微的方法 來拯救他們的 所以為他們來說是叛腳石 外邦人是餘亡 因為這個是這麼蠢的方法 為何用這麼蠢的方法來救人呢 所以 但是耶穌基督就是以他的永恆生命 和救贖 就是在十字架上成為果實 生命的學派 就是成立於公元622年 在北國以色列被亞術帝國滅亡的時候 那北國以色列就是由亞術所滅的 那一些受到法律訓練的人士 就走去南國猶大 那經過三四代的安穩生活 他們覺得 在北國北部的救恩使官 對南方人都很適合 所以他們就是在神聖的默感之下寫了一本最新的 第二版本的法律 即是生命紀 而這個作品在約史雅為王的時候 重修聖殿的時候 在聖殿內被發現 這本書翻到出來 其實生命紀就是講它重新的法律 在梅室他們將會進入福地的時候 天主叫梅室上乃波山 他就看著哈立罕 耶穌說天主告訴他們 他們的人就會進入這裡 不過你進不了 你變成是怎麼說 彈加雞便類 看得不喝得 沒得享受 而在以色列第一代由埃及出來的那些 都沒有人進入去 除了 除了 中國 耶穌握 耶穌握不是第一代 勒美人 勒美人 因為他們是照顧著約位的 整個勒美人是祭宴和約位 他們沒有違背天主的命令 是吧 那些人違背天主的命令 因為他們拜邪神 又埋怨天主 不相信天主 那些第一代人 就沒得進入 包括阿諾和梅室 天主對梅室很好 就讓他們看看那個地方 但是都沒得進入 因為他們縱容了那些第一代的人 所以在梅室堂死的時候 他就把我的法律重新說出來 給第二代第三代的以色列人聽 所以整個叫做生命紀 就是重新的法律 生命紀就是重新的法律 天主的本性是愛 他愛他的子民如同一位慈父愛他的兒子 那你就可以說 第一代人都沒得進入 那還說愛? 是不是比較殘忍? 其實不是 因為天主說要我們對他忠誠 因為他首先對我們忠誠了 他怎樣拯救 他答應了拯救我們 但是我們對他不忠誠 所以就是一個懲罰 天主先愛了自己的子民 揀選了他們 並且親自引導他們離開埃及 那全部都是由天主受安排 那他們應該全心去回應 以愛還愛 那麼我們在這個張臨期的時候 我們也都是要回想記回耶穌的降生 他怎樣期待祂紀念耶穌的降生 也都期待祂第二次的來臨 第二次的來臨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個新天的新地 那詩祭典 詩祭的神樂團體成立在598年 詩祭典說明是詩祭 所以在聖殿的澤多克家族的詩祭 還有日後黑漬黑與先知都是詩祭 公元前587年他們放逐到巴比倫 在波書和居老市回來之後 他們就惡歸管家 扎多克的詩祭受過高等的教育 還有在巴比倫居住的時候 見多適講 他們就受到聖神的脈感下 就寫成了整個救恩的歷史 天主是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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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以簡單的命令 說話說出了創造天地 新約的天主聖賢 就是耶穌基督 抗生成人出自天主 真天主的真天主 所以祂在世界上建立了天國 在耶穌公開的講道的時候 第一句說話 在馬途福音記載 馬爾谷也有記載 但是馬途福音記載 就說明耶穌公開講的第一句說話 天國臨近了 里門悔改白 這句說話就是 天國已經來到 因為耶穌降臨的時候 就是天國的道理 只不過因為救恩到了 但是人還未曾完成 所以有一句說話就是 以道而未遂 Already but not yet 師祭典的天主是宇宙的創造主 整個宇宙的原始 alpha 也都是終點 Omega 是崇拜的終生 因此他們所當然地 自從罪惡中拯救他所創造的人類 他是自有者 師祭典預示了聖賢成仔 成為血肉寄居人間 若望一章第三節說 萬物是值得他而造成的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都有 在信經 萬物是值得他而造成的 所以他是亞爾法 Alpha 他是開始 為了他而受造 所以他是Omega 因為他是最終結的 耶穌基督不但人類的救世主 也都是整個宇宙的溫和 他的降生成人好職 免該局限在一個私階窄的救恩措持上面 也都是以整個宇宙和創世的詞去到裡面 《孔歌樂心人書》就說 他是不可見的天主肖像 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 因為他在天上和地上的一切 可見的和不可見的 上助者或者是宰祭者 或者是領者或者是掌權者 都在他之內受造 一切都是藉著他 而且是為了他的受造 為了他而受造 他在萬有之先就有 萬物都賴他而存在 這就是《孔歌樂心》的書所說的 在《創世紀》第一章至十一章 來源來自瓦威典 這些我不再說了 因為怕說了 大家看那個報告都知道了 這個《梅生五書》就是 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成立 由一些編輯的神偶家團體 就堅持而成 猶太人就視為天主的聖賢 講完《先知書》之一 《梅生五書》之後 就講關於歷史書 歷史書有十六部 在這十六部也分為幾個部份 《諸蘇阿》文章 《殺無以上、殺無以下》 《獵王幾上、獵王幾下》 這六部書原來被稱為 早期的先知書 這也是歷史書 但是在猶太人來說 他們是成為早期的先知書 這也被學者稱為 《生命紀傳統的歷史書》 即是經過《生命紀學派》 所編輯而成 《生命紀學派》 學者是用流傳的史料 按照他們的神學觀點來編輯 所以天主是賞善佛惡 並且在這個現世裡 立刻實現 這個道理在六部書中 反覆強調和發揮 以色列子民對天主的不忠 而在被衝軍巴比律之後 告一個段落 孔邨輯在生命紀學派歷史上 譯了一本小書 就是《盧德傳》 有關特未曾祖母的時跡 這本書的來源和成書日期 就無法確定 又可能是在衝軍之前所寫 《多比亞傳》和《有蒂德傳》 根據考證 原文可能是希伯萊文 或者是阿拉希美文 《至丹德傳》 也是閃逐的其中一個語言 因為原文遺失了 就是流回了希臘文的譯本 很多希臘文的舊約 都是希伯萊文版本是遺失了 只是流回的 所以《馬加伯》上下 是一個希臘文化影響的 就是猶太人所寫的原文 就是希臘文 這個就是《馬加伯》上下 就是原文是希臘文 而《多比亞傳》在《高奧蘭》裡 發現了一些希伯萊文的殘片 一些是阿拉美文的 《有蒂德傳》 從字和結構方面來看 是出自希伯萊文的譯本 總結 《舊約的歷史書》 並沒有將以色列人全部的歷史 很詳盡而有系統地紀錄下來 現在我們寫歷史 是否很詳盡地紀錄下來 但是希伯萊文 希伯萊人的 猶太人的歷史就不是 他們最主要是跟天主的關係 所以就是不是很詳 此之節節他就沒有說 主要說就是主要的定點 所以作者的重點放在天主怎樣 在以色列人的歷史 和他們的交往裡面 而實行以對以色列 祖先所做的救恩的許諾 這樣可以說 在天主對以色列人的救恩史 現在我們都是我們的救恩歷史 因為我們受洗歸於基督 我們受洗的時候 就是成為了天主的人 天主的子女 受洗的時候 以前阿巴朗受天主說 你們要為你的子民動物 做國選禮 行國選禮 現在我們沒有行國選禮 我們用什麼取代? 聖洗聖士 用聖洗聖士取代了 記不記得? 保禄和法多禄 在爬 然後歸於猶太的基督 基督徒要不要 擴選 算不記得? 開會 後美決定了 就是受洗禮就可以了 不用擴選禮 這個禮物 在中途大詞錄裡說了 現在就是講智慧書 舊約裏面有七部 是屬於智慧文學 亦都稱為 奮悔文學 若白卷 聖名詐 針言 奮道篇 雅歌 智慧書 得奮篇 智慧書 智慧文學 就是在生活裡的經驗裡 體會出生命的意義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最重要是 生活有沒有意義 生活有沒有意義 我們存在的目的 是我們生活有沒有意義 聖泳澤和雅歌 就是詩歌體 那個寫錯了 聖泳澤 打字的時候打錯了 聖泳澤 不是詩口觸火 聖泳澤 聖泳澤是宗教的詩歌 雅歌就是情歌 雅歌就是由很多情歌 所連接而成的 有田園木人的情歌 亦都有小成居民的對唱 他們都有同樣的主題 就是男女之間的愛 呈現出愛情的意義和感受 在這裏 我們為何這些情歌 會在《佳懷聖經》裏面 就是從情歌裏面 我們體會出 男女之間的愛 就是天主和人的愛 記不記得新郎和新娘的教訓 譬如新郎在胃的時候 我們不用禁食 新郎被老去 我們就要禁食 因為耶穌將會被拉去 我們就要禁食 我們就是新娘 新郎就是耶穌基督 新郎就是教會 好 就說先知 自衛著善知書 先知就是逆字希臘文 都是prophet這個字 意義就是代替人 代替某一個人發現 中文的先知 一詞一詞就是 預先知到 有人說 你以為我是先知嗎 我知道嗎 其實就不對 有一個意義 就不是很理想 這樣用先知這個名字 但是因為先知很多時候就是 代表天主向當代人發現 所以受命發現者 上主的使者 是先見者 在先知發言的時候 他開場白話說什麼 上主對我說 上主這樣說 上主通語我說 上主的言語 今個星期第一篇讀經 是讀耶南米亞先知書 上主說 看時日將到 上主的段語 我要實踐我對以色列家和由大家 所予祝福的樂言 在那些日子裡面 在這個時期裡面 我必由達未出生一支正義的苗顏 在地上執行公道和正義 在那時日由大必獲救耶路撒冷必獲享安寧 人們將他的名字為 上主是我的正義 所以一開始就講了 這個是上主的段語 至於之前所講的上主說 為了讀經方面 讓大家知道 如果我們看前文後理 中間那裏是沒有上主說的 一開始就講上主的段語 既然耶南米亞先知 為做天主的代言人 為何他會說 我要實踐呢 如果是我們說 誰說的 他說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會引述人的時候 他是說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現在耶南米亞先知 他代言了 他就說 是上主叫我這樣說的 上主說我要實踐 我要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先知書 先知發言的 一個很特別的特徵 那舊約的先知 就有十六卷 有四卷就稱為 有四卷就稱為大先知書 其他四卷就稱為小先知書 這個上一次周小姐已經說了 那我就不再重複了 其中有 埃哥 埃哥 蘇福尼亞又打錯了 蘇福尼亞 蘇福尼亞又打錯了 是 埃哥就是耶納米亞先知在耶路撒冷被毀的時候 然後呢 作者為哀悼的詩歌 所以它是耶納米亞所寫的哀歌 是587年 公元前587年就是由大國滅亡 聖殿被毀 聖所裏面的 濟氣被倒去 巴比倫 所以巴比倫的滅亡 都是因為 他的兒子 蘇福哥的兒子 就用了這些濟氣 聖雀亞那些 來做飲宴之用 所以就是天主懲罰了他 所以就是波斯王就是毀滅了他們 巴勒克書呢 就是巴勒克是耶納米亞時代的人所寫的 這個大仙是耶納米亞的忠實弟子 也都曾經作過他的秘書 在耶納米亞第三十二章 第十二至十六節 以及二十六章 四至十三十二節 就是描述了 那麼舊約的形成 同樣又帶 又將因我們所遇到的戰禍 而散失了一切文獻收集起來 這些文獻現在存放在我們這裡 馬加伯霞書那裡說了 是 舊約每一部書都是以色列的歷史 逐漸形成 而且是一位生活的天主 召善了以色列民族 做他的選民 而且在他的歷史中 每一個階段 不斷地和他們來往 向他們啟示自己的救恩計劃 而且 以書寫的靈感感動了其中一些人 將天主的啟示 記錄下來 成為天主的聖言 記不記得 想像你說麥感的時候 都會有人譯作靈感 書寫的靈感就是來自聖神的 好 現在舊約就 大約是 完了 成書在不同的時代所形成 現在講新約 新約有二十七本書 已經寫在這裏 就是 《宮涵默示錄》 《若望默示錄》 新約也有歷史書 和訓灰書 和先知書 歷史書在哪裏呢 就是《四大福音》 和《中途大事錄》 這些是講及耶穌的歷史 和初期中途的生活歷史 《若望默示錄》 就是 保禄的十三封信 和希伯來書 還有《宮涵七封》 先知書是什麼呢 就是最後來的那本《默示錄》 《若望默示錄》 都是屬於先知書 那 即是真約 除了 福音、書信和《宮涵》 《若望默示錄》之外 我們都可以分 做歷史書 《訓復》 《尋規書》 和《仙知書》 诚书的过程都是一样 就是口传资料、零碎片段、写作诚书、最后修订 特别的福音就是耶稣口传出去 跟着他的门徒见证了 因为他们没有读过书 所以都是凭记忆来宣讲耶稣的福音 当教会越传越厉害越讲的时候 中途也无法去每一个地方讲道或者视察 就是用书信的形式来吩咐 当每一个教会后来将这些信收集成书 成为了今天的书信集和福音 马逗就是瑞利、犹太人 若望都是犹太人 因为他是蒙天主两个都是中途 马逆谷就是希腊出生的犹太人 在保禄传教的时候和他在一起 相传他也是伯多禄的秘书 路加就是希腊人 大家都知道他是医生 他受过高深的教育 也是跟随过保禄出去传教的 中途大使律都是路加所写的 福音书就是作者 马逗福音作者就是 中途有马逗、若望 因为他们亲自目睹 所有的 马逆谷和路加都是中途的 的传弟子 中途大使律都是路加所写的 教会对于这个编排 马逗、马逆谷、路加和若望 教会通常都不是通常 教会认为是用时间来编排 现在有些学者说 《马逆谷》是第一本书 马逗呢 其实马逗就是 有些教父 有教父的老师去到印度 他听到他们很熟悉 这个《马逗福音》 所以就认为了 《马逗》是第一本书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印度 现在也有一条叫做《马逗村》 马逗的《安德纳传》 《安德纳传》 《安德纳传》 《多默》 他的门徒是去到印度 后来又传到中国 所以教会认为《马逗》是第一本书 《马逗》第一本书 《马逗》第一章第一节 就是说什么 耶稣的族谱 耶稣基督的族谱 耶稣基督的族谱 特利之子 哈巴勒之子 如果原文族谱 就是说书卷 创世 创世的书卷 创世这个字就是用了 创世纪的希腊文的字根字幕 它的字根就是和希腊文创世纪的一样 所以是创世之书 耶稣基督的创世之书 如果我们原文直译就是 基督族谱 就是创世之书 耶稣基督的 是达尾之子 哈巴勒之子 现在我们是什么 阿巴勒之子 达尾之子 耶稣基督的族谱 那原文就刚刚调转 就是耶稣基督 达尼阿巴勒 这样 所以 是不是因为这样 就是一个圣神的默感 就是马逗是第一本书呢 第一部福音呢 这个就要再考究 因为有些人就认为是马逸谷 不过 小心我们就是 无论哪一本书 第一本书 无论是什么 不要说互相抄责 现在我们就写的东西就是 篇下文章一大抄 是吧 现在就 不要忘记 中途他们自己的努力去找资料 路加环是什么 我们要尋访所有的资料 然后才写成这本书 所以 除了中途的努力之外 还有一部 就是圣神的默感 所以无论是哪一部书 我们都不要忘记 圣神的存在 圣神默感他们所写的书 所以 我们注重的 反而是他的内容 教会毫不犹豫 肯定了 就是 四部福音的历史性 并且坚决地认为 他是忠实地传授了 天主耶稣基督在人间的生活 直到他升天那一日 是人类带来永远的得救 实际所做的和所教的事 所以我们要了解的就是 耶稣基督的教训 不要执着在哪一本书前 哪一本书后 也都讲到就是 保禄的书信 保禄的书信 他有文章的格式 除了字后词和结论之后 前半部是道理的展述 主要发挥耶稣基督所带给人的救恩的意义 后半部分是针对当时教会所发生的伦理问题 结束上面就加了一个简短的结束 保禄书信 除了长短来分次序 现在我们就是长短来分次序 也有一个次序就是早期的书信 早期的时间性和重要性 是在书写的地点和对象来划分的 是德萨来人前后书 最早期的四大书信 罗马书 前书 后书 还有加一大书 在欲中的书简 就是菲利伯书 哥罗申书 克弗所书 和废纳曼书 穆咸就是 第前第后 第默德前 第默德后 和第度书 德萨来人前书 就写在公元前五十年左右 德萨来人后书 就紧接得前所写 因为它的内容 和德萨来人前书 是相近的 那么菲利伯书 就是保禄在欲中 等候审判的时候所写的 保禄虽然在欲中 在坐牢的时候 他都展露出 中途对团体的关怀 所以也都是 在菲利伯书那里 都是清迷祈乐的信 那哥罗申书 就多半在欲中所写 在他四章第三节 说 同时也要为我们祈祷 求天主给我们 大开全道之门 好叫我能以宣讲基督的奥秘 我就是为此带上了所念 因为保禄就是宣讲耶稣的福音 其实保禄大家都知道 他以前是一个很虔诚的法利赛人 后来归医了之后 他法利赛人的时候 他就压逼基督徒 后来他归化了之后 反而宣扬耶稣的福音、喜讯 所以他是成为了犹太人的眼中钉 所以他就被抓去坐牢 第十八节说 我保禄亲不问候 你们要念及我的所念 愿恩宠与你们同在 亦都是说了所念 所以有人认为 大多数他是在乎中 在坐牢的时候所写的 厄佛所书也是视为欲咸 因为他很多地方都和哥罗申人书相似 在乎佛所的时候 大可能就是在欲宗 在欲宗里面完成了菲利伯书 那菲利伯书是保禄最短的一封信 在罗马或者海撒纳瓦中所写给菲利伯的 好 这个是保禄的书信 就是为各地的教会面对问题所写的书 其中有这些书 那保禄写给罗马有人的书呢 首先就是罗马书 罗马教会不是他所建立 而他将会去西班牙而经过罗马 所以就信徒探访 藉着这个机会 就写信给罗马信徒 介绍自己所宣讲的福音 召叫和反省 同时亦都呼吁园体要透过真实的基督徒生活 特别在团结和合一方面 在贝勒曼就是私人的信件 是针对奴隶的社会问题 贝勒曼他找了奴隶 奴隶走了 但是奴隶就是归于基督 帝度书和帝茂德前后书 是写给自己的徒弟 帝茂德和帝度都是他的徒弟 在里面就告诉他 如何管理教会 所以亦都叫做木行 这些信是写给教会的公开信 称为公行 这些是写给教会的 雅各伯书 八多禄前书 后书 和尤达书 多半 以上大半部分 都是对教会当时的情况提出 意见 看他们如何管理教会 雅各伯书 未必是雅各伯所写的 可能有些人 因为雅各伯的名字 托名雅各伯 成为了雅各伯书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教会都承认它是圣经纲目的一部分 圣经的一部分 他这个托名的人 就是对希腊文和犹太宗教有相当的认识 可能是犹太基督徒 书中讲出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 现在香港都有贫富问题的矛盾 历史是重演重演又重演 在那时候都已经有贫富的问题 《伯多禄传书》的作者 亦都是身份不长的 只知道基督徒 目的是为安慰和愧劝基督徒团体 在面对迫害、仇恨、痛苦 和人家的诽谤里面 亦都要坚持自己的信仰 这是很重要的 作为基督徒如果受到人诽谤 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是吧? 《伯多禄》后书也是托明 《伯多禄》字写 和前书的内容 写作的目的不同 在信里面 作者警告基督徒 不要受假导师的广道所迷惑 要极力保存道理的正确 之后才得到天主的正义的审判 尤达书的作者也都是假借中途的名字 写的信 内容很简单 只是提醒人 小心在团体内搞分裂的人 不要做一个有名无数的基督徒 好 《阳王》的书信 大家可以看那个PowerPoint就知道了 会上去上面 协会的网页 大家可以下载出来 《默示录》 《默示录》就是圣经里面 最后一本书 属于《默示录》文体 亦都是新约的先知书 因为描述的多数是世界末日的景象 亦都是讲出了整部圣经的旧属讯息 是一部受默感的书 被称为《默示录》文体 这些内容就是用神似的角度 用神似的角度 以及各种精神的数字 和野兽来讲出了 天主在历史中的计划 和末日的景象 所以都称为新约的先知孙 但以先知书 都是有很多神似的景象 这本书有戏励性的效果 在庄严哀伤之中 大被人安慰 而今受迫害的教会 将来一定会获得 在迫害里面得到胜利 为义而受迫害的人 是有福的 好 那大家可以 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 好吗 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地域 我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见证人 他们却反他如在十徒家上 即死了 第三天天主是他復活了 叫他已然遵来 不时及所有的法性 而是及坚持所减事减的见证人 就是及我们这些在他 成者的功夫后 与他同食同饮的 他吩咐我们向法性讲道 只称他旧是遗免所难的生者 与死者的叛官 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 凡信他的人 乃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 这个就是初期教会中所讲的 宣讲的喜训 我们就叫初传 最初就是讲出了耶稣在十字架的死而復活 我们就叫初传 英文就叫做Kerman 多谢各位 拜拜